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传递参数的部分的话 是传递只有一个H 那如果你要传第二个的话 其实在Jungle里面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 可以在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在 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参数的话 像刚刚的H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加 这个是第一个 后面如果还有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逗点再加第二个 比如说你可以再加一个性别 比如说请输入你的性别 如果一的话是男生 二的话是女生之类的 OK 那再来如果你又多加一个 比如说叫他的性别 SX OK 然后如果你又加一个的话 那你要让人家填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什么 可以在你的H 这个URL里面 再增加一个 增加什么呢 特别主要再增加一个斜线给他 有没有 就是再增加一个输入的这个值 那假设如果说他是男生或女生的话 那我可以这边再一个第二个 OK 然后把它Safe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可以多一个判断 你的性别 如果他是1的话 或者干脆直接输入男女吧 OK 那这个是第一种的那个传递引述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用另外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 就是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如果传递的方法 不是直接斜线 再斜线的话 而是什么呢 有点像跟你们以前学的JSB很像 就是什么呢 直接一个问号 问号后面的话呢 就传递第一个参数 参数的词 and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的词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有比较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的view里面 刚刚的第一种方法 Jungle传递引述第一 我们必须在views views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多斗点一个 斗点两个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必须做一些修改 哪个地方不一样 特别注意 你不需要在刮符后面加斗点 而是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利用request 因为他等于是丢东西 丢到哪里丢到request里面 那你就用request里面的get方法 记得用大写 跟他讲说A帮我抓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叙述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什么A后面带的值 直接取得之后的话 丢到这个前面的A里面 所以这个A里面 他就会把这个5的值给丢过来了 但是丢过来一样是个字串 那把6给丢过来 OK 然后最后的话 我把这个两个相加得到C request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11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你也去看看吧 再增加一个add add 然后在我们的add里面 url的地方 特别是url的部分也比较特殊 因为我后面不需要加什么 加这个 所以后面记得 你就斜线后面 就给他一个结束符号 那特别注意指向一样add 那name给他一下 name的这个名称的话 也许我一样取那个add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也许这边假如说 我把这个结果 假如说我这边 把它改成addadd 然后斜线一个问号 斜线问号之后的话 a等于5 and b 等于6好了 OK 然后enter应该输出什么 把两个相加的结果 帮我response出来 OK 你会看到11 OK